還要來看到的是山麻雀 它是台灣一級保育類野生動物 估計目前在全台灣只剩下了一千多隻 因此政府單位還有民間團體 都很積極地進行保育工作 在嘉義就有生態觀察家 日前在台南的白河區關子嶺 記錄到了山麻雀餵食雛鳥的畫面 現在透過鏡頭帶您一起來看看 小麻雀從電線桿探出頭來 還時不時張開嘴巴東張西望 原來是肚子餓了 一會兒就看見毛色漂亮的山麻雀爸爸 嘴裡叼著食物急忙要餵食 吃的就是害蟲荔枝春象 我在那邊有差不多三個多小時 可以看到它抓的就是我們的荔枝春象 這個害蟲是非常有功的一個鳥類 嘉義生態觀察家蘇嘉鴻上週一 在台南白河區關子嶺 幸運地記錄下山麻雀獄處的畫面 此外也曾記錄過幼鳥離朝 飛到地面禮毛的瞬間難能可貴 那個關子嶺的山麻雀呢 有數量也蠻多了 每年呢最少有二三草在做益處 那今年呢非常的幸運呢 看到山麻雀二寶呢 就飛下來地上呢 就在那邊自行禮毛 台灣山麻雀是台灣稀有流鳥 常見於中南部山區一帶 然而在農藥與外來種的威脅下 2008年被列為一級寶魚類動物 全台僅剩一千多隻 多虧生態觀察家的用心 記錄著寶貴的瞬間 記者蔡宋吳嘉義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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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